紀錄 三藩市華藤 詐騙案層出不窮 市民知道越多越警惕 星期二、早上10時半 在華藤花園國 三藩市地方檢察官George Gascogne 向市民宣傳 如何提防期福黨詐騙 是什麽訊息呢? 幫助你的父母或祖父母 保護自己的方法 包括不輕易相信陌生人 要購買的開運物品 也不要將家庭地址和銀行帳號說出去 甚至聲稱政府部門的電話 要求加罰單或轉帳都要注意 其實詐騙不會分時間地點 有市民最近還經歷了放棄屋按金詐騙 他的親戚打算把屋出租 結果來看屋的人寄了張支票 比要收的數目還要大 都是這樣很可怕的 幸好他的親戚之前就聽說過 這種寄支票詐騙的案例是沒有上檔 今天地檢處辦公室 派發環保袋和線 上面都印有檢舉詐騙的電話 更多市民知道現在有什麽行騙方法 就越容易提高警惕 檢察官George Cascon希望 市民在遇到可疑的情況時候 一定要打電話到檢察官辦公室 而辦公室都提供中文服務 警察局中央分局局長葉培欣 都見到有其他治安問題 例如有商戶投訴 晚上經常有刷人調開信箱的鎖 我正在調查中央盤 給她一些提示 對於市民應該怎樣保障財物安全 她建議除了小心貼身財物之外 都要時刻關注社區附近的環境 天下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